2014年哪一些生肖的人 最好別投資 免得投資什麼賠什麼 好 只要翻開這一本 2014紅色筆記本 裡頭就告訴我們 哪些生肖是財運最衰的 這個做什麼 賠什麼 當然 這三個生肖 從紅色筆記本裡頭抓出來了 就是第一名龍 第二名蛇 第三名猴子 如果是從第一名的這個龍來看 如果它從事了一些見不得光 或是非法的利益的話 或是有一些不尋常的 逃射性愛關係 那麼它就有可能會發生官非 或是後世纏身 而必須要用錢來擺平 所以就會變成 因為見不得光非法 或是性愛關係而破財 好奇 明年那些人要 在哪些人屬龍 好 接下來就屬蛇的 屬蛇的它是一個金錢的災難連 小心被歹毒記憶 被偷竊 被搶劫 甚至打電話來告訴你 來跟你詐騙 所以被詐騙的機會很大 所以不要貪小便宜 那麼在金錢上是容易有糾紛的 這一個糾紛的問題 一不小心它可能會遭惹 雪光或是官非 就是因為金錢糾紛擺不平 可能就是有一些意外的 這一些肢體上的傷害 這就是雪光 雪光之後當然就會上化庭 就會有官司 盲目的投資是一去不回頭的 有的人就是好運的時候隨便投資隨便賺 但是這個屬蛇的人看不清楚 他就最容易虧錢的 接下來屬猴的 屬猴的人他比較容易為了錢 而挺而走險 所以屬猴的人千萬不要為了錢 然後傷害自己的健康 或是做一些危險的事情 那麼相對的屬猴的人 也比較容易被人用利益來誘惑他 誘惑他幹嘛 就是把他的口袋裡的錢掏出來 所以被利益誘惑之後 付出金錢就會被併吞 相對的財務糾紛的這個部分 小心出錯 拖累到父母親或是上司 好啦 現在這個大家年終獎金 放在口袋裡面 當然每個人都想要投資 誰不想要發財 誰不想要偏財運 但是如果你是剛剛那三個生肖的話 恐怕還是參考一下老師的話 畢竟賺錢不容易 不要讓他白白跑了 感謝您的加入 禮拜一到禮拜五晚上十點鐘 中天的月台新聞一日通 拜拜 耶 出去玩一下 我是想清楚還是想退上